这个位在柴维排水门旁的白鹅体健原地面积有131平方公尺 是郊西乡公所在取得县府同意后用了近80万元经费所打造 让社区民众可以使用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对啊 因为它今天就是一种体健设施就是比较温和 然后就是适合就是比较中高营人使用 白鹅村它这边的就是它这边的土地比较小 然后没有什么公共空间可以做一些让居民油气的设施 那在地方市深的一个建议下呢 就是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水利地这边来做一个体健的设施 那这边的居民它的年纪又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公所就是在代表会的同意之下呢 我们就是编决预算来做这个体健的一个设施 白鹅体健原地的体健设施有三项 分别为三人转腰器 划船器 单人漫步机 现场也设有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说明 正确与规律使用可以促进身体势能并延缓老化 这个地方的面积大概有131平方公尺 那我们有划船器 转腰器 还有漫步机这三个就是这个体健的设施 所以主要是针对中高龄设计 对对对对对对 那通常就是在早上还有是傍晚就是这边的居民都会来使用这个设施 那也很感谢那个宜兰县政府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宜兰县政府的水利资源处全管 那我们在去年也有申请这个水利购造物的一个申请 那他们也同意 所以我们才施作这个体健原地 在今年一月开工的白鹅体健原地完工启用后由公所围观 周边可连接自行车道也是一个可以中途停留的休憩点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